一个TPU的要打样板 然后直接放在万能定位板这里 然后直接塞进去 先给这个客户打一层白底 设定的画面单独打一层白底 这样有一种就是非常好的相录的一种结果 很多客人打印透明壳的时候呢 就喜欢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直接打在TPU上 正常的TPU呢 最好是能拿一个模型机做一个支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PU的话 无论它是什么颜色都可以直接打印的 就算是黑色的话 最好就打印两次白底 遮盖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我们这个客人想要一个浮雕效果 那么也给他打印两层白底吧 白底之后接着再放进去 然后打印图案 选择彩色打印 如果你选择六色方案就不能打白底了 就只能打白壳了 再打一次彩色 打了两次白底 两个彩色 但是因为整个画面都是进行了一个彩色的打印 所以表面上是看不出浮雕效果的 但是整体的一个画面是会有浮雕效果的 撕开美纹纸之后 你看看到这个效果 那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二合一的 TPU的一个效果 看刚才打印的打印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也是有一定的浮雕厚度 颜色 TPU的颜色是不受限制的 了 比较器 盐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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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